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个内容 使用插件快速创建Layout图纸 在制作Layout施工图的流程 我们使用插件会带大家快制作过程 其中我们有两个插件可以选择 一个是Sculper,另外一个是Curition 它们都是收费插件,功能也各具特色 接下来我们主要分享一下 使用Curition实现快速创建Layout图纸的过程 快速创建Layout图纸 这是一个工装模型 一个空间我们最少要制作四个Layout 在Layout里面就需要对应创建出四个场景 要把所有场景一个个都建出来的话 多达40个场景 这个是有一定的工作量的 要是转换成CatLayout面 你更加可能需要几个通宵才可以完成 涉及到后面方案的修改 图纸也需要进行修改 将会远远超过40个Layout面的工作量 大大增加了修改 当然工作只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健康还是最重要的 面对这种空间Layout面场景处理 我们有解决方案 使用Curition 选择护面工具 使用创建立面场景功能 Curray可以批量创建出立面场景 大大加快出图预设的工作流程 同时也需要用到 视图框范围调整功能配合使用 在平面图下 能够激活出创建立面场景的功能图标 点击图标 激活出立面的视图范围虚拟框 我们把立面能够看到的范围呢 全部框起来 之后呢会出现一个 类似立面索引的图标 现在图标有四个方向 表示可以创建上下左右四个方向的立面场景 我们可以按下方向键 上下左右调整要输出的立面场景方向和数量 因为我们有时候只输出一部分立面 所以在前期我们可以选择新的创建场景数量 确定好之后 接下来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让我们输入立面场景的名称 这里我们输入客厅立面 这里是否创建平面图场景 因为我们已经有平面图了 所以不需要创建 这里是否创建天花图 现在呢我们也不需要 所以也选中no 都设置好之后呢 点击好 会马上创建出四个立面场景 比较特别的是 会同时创建出了视图虚拟框 这个框 框中的范围就是立面场景的有效内容 我们调整一下视图框的范围 我们调整一下视图框的范围到一个合适的距离 视图框外的模型是不会创建填充的 这样的机制能够提高我们插件运行的速度 调整好之后 调整好之后我们按一下回车键 会提示会把光联到的所有立面都进行更新调整 四个立面场景就统一更新了视图框的范围了 场景都设置好之后 接下来就是Layout图纸都处理了 我们套用立面制作流程 制作出需要的立面图纸 不规则立面场景的创建 这一种户型四四方方 比较常规处理也比较简单 我们以这个空间为例 户型并不是四四方般的 我们也有解决方法 我们以这个空间为例 我们需要创建出五个场景 下面看看我们是如何解决的 切换到平面图视角 我们点击创建立面场景 然后拉一个视图虚拟框 这时候我们会出现四个方向的立面提示 我们点击键盘的上和下 取消上下方向的立面创建 然后转换一个角度 捕捉到要创建的立面 点击Option键进行捕捉这个面 如果Windows系统按Alt键 我们捕捉 我们捕捉了两个面 这时候符号锁指的方向会跟着变化 指向刚才对应的面 我们再转换角度 捕捉上面的斜面 现在这个房间的所有立面都捕捉完了 我们点击左键进行输出 这里输入场景的名称 这样马上创建出了五个场景 我们可以分别对这五个场景的铺切面 进行铺切深度的调整 之后我们调整视图虚拟框的范围 调整完成之后点击回车键 确定修改 我们发现这个立面还没有调整好 铺切面位置 我们再去调整一下 现在这个空间的所有立面场景都设置好了 这次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